日前,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,节目中盖茨表达了他对美国抗疫表现的失望,并且认为把疫情政治化是非常可悲的。在他看来,美国的抗疫措施远远不够,跟其他国家相比更是令人尴尬。 盖茨表示,很多国家在防疫方面做得非常好,技术也在不断进步,但美国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种表现,缺少具有领导力的信息与传递协调。 采访中,盖茨还反驳了白宫一直以来的论调,美国确诊数高是因为检测数高。他表示,即使排除检测数量增加这一因素,美国也确实正在经历疫情的反弹。